瑞先生、美女 我們大概已經到12章的 現在第四節了 12章的前半部的部分 是靜態平衡的部分 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第四節開始的話 就是 我們看到 過去我們在討論的問題 都是一個鋼體 那對鋼體來講的話 它就是不會形變的 那現在接著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如果現在不是一個鋼體 它會變形的時候 那這個變形跟韻力之間 它們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在整個材料藝學裡面 在製造一個材料的時候是蠻重要的 因為任何一個材料它都不是鋼體 它都會受到外界的這個韻力的作用 那到底這個韻力給它的多少 會產生多少形變 然後這個形變會不會讓它產生 整個材料變成崩潰了 也就是說 簡單的你們最熟悉的例子 就是說一個橡皮筋 你給它印力的時候 那你施力是到多少的時候 那橡皮筋會斷掉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舉個例子的話 那個921大地震的時候 那你們看到那個電視上面 都會看到那個 那個柱子整個斷掉了 那柱子整個斷掉的時候呢 就要探討說為什麼這個地震的話柱子會斷掉 那就是那時候就是那個柱子裡面不是都有樑嗎 樑裡面的枯筋 那梁裡面那個 這是一根根的鋼筋 那你在看那個建築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建築裡面的話呢 這個這個柱子的話 綁這個鋼筋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 這個叫枯筋 OK 這個東西沒綁上去 那以至於影響了 它整個柱子的強度 所以 基本上面 這些東西 跟有沒有綁這個 根根的 你要多少的 這個 鋼筋放在這裡 才能夠承受多少的 韻力的時候 通通是有關係的 好 那 這是 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呢 在 比較你們日常生活裡面 你們會 碰到的一個例子的情況之下的話呢 就是 在 災難片裡面 你們常常會看到的 就是說 這個堤防 好 或者 水庫的部分的話 那你會發現 就是說 堤防跟水庫的部分的話呢 它的做法大概是 不是 這樣子的一面牆 它是有一個厚度的 那 為什麼要有一個厚度 還有它承受的 硬力是多少 好 那 這也是一個 這個例子 跟 硬力跟 硬變的一個關係 所以 接下來 我們就 先來探討 的問題 好 就是 屬於 不是 鋼體的情況之下 好 好 那這個 彈性力學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 這個 硬力 好 好 那 所謂的硬力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先要下一個定義 這個 硬力的話就是 單位面積裡面 受到多少力 這個就是我們的硬力 Strength OK 那 呃 單位 面積裡面受多少力的話呢 會有兩種狀況 來 啊 考量我們的受力的情況 整個的硬力的部分 你一個是所謂的Normal Normal Normal方向 的 Strength 那這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 單位面積裡面的 正向力的一個形變 另外一個 就是切線方向 OK 單位面積裡面 是切線方向的 這個 這個 啊 韻力 那 基本上面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用 向量去表示他 在這裡是唯一一個 不用向量去表示他的 因為 我們可以 啊 你們以後 在大二大三 啊 看看有沒有機會 你會 看到的話 就是說 你們在 學的 部分是 我們講 Vector 是一個 向量 但是呢 Tensor 是一個 張亮 那張亮的部分呢 跟向量是不太不一樣 就是說 基本上面 如果 如果 我說 像我剛剛 舉的那個 書的例子 我給一個 側向的例 它不是 引起這個方向的形變而已 它還引起了其他方向的形變 好 所以 假設我要寫一個 這個 印度跟 應變的關係 這是 應變 OK 那是什麼物理量 引起 運力的 那 這個 這個 中間的關係呢 這是一個 Tensor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它是一個 矩陣 那 矩陣的部分 只是說 這是一個 一維的部分 它才是一個 矩陣 那 也許 你會變成 二維的 V 的時候 所以 這是一個 整個 是一個 Tensor的部分 那 所以 我們沒有把方向加進來 的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好 這是第一個 部分 好 這是 這個 Stress 是一個 Tensor的部分 那 我們已經知道 韻力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應變 那 應變的話呢 有三個部分 我們 可以討論的 第一種 你讓它變形的時候 那 第一種的是 一維的變形 那換句話說 如果你簡單的講 就是 我原來的長度 在 形變的長度 到底是多少 那 這是 延長 那我們 形變的長度 是 ΔL 所以 基本上面 它是一個 所謂的 類似 張力的 一個 形變 那 它的定義呢 就是 原來的 長度 L0 那 現在呢 你變 的長度 是ΔL 這完全是一維的 一個形變 那 第二種呢 是二維的 形變 那 它是一個 Share 那 這個二維形變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書本的部分 是一個 最 明顯的例子 我們看到 我現在加一個 韻力以後 那 加在這個面積A上面 我們看到 這個書本呢 是已經 變形了 那這個變形的話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它的變形的物理量 我說這個是X 那這是高度 H OK 換句話說 假設這個角 是Phi 那我們的 這個變形的部分呢 就是H分之X 那換句話說 你這個形變 如果是很小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H分之X啊 其實 其實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Ten of Y OK 好 這是 在 這個二維的變形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種的話呢 是深維的變形 那 那三維的變形的時候呢 這 最簡單的一個情況 例子的話呢 就是 我現在 外面呢 全部給一個壓力 或者是我把這個 氣球呢 放到水裡面去 那你氣球放到水裡面去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說 因為外面的壓力 這整個氣球 的體積 它是會變化的 OK 那 氣球的體積的變化 原來的Balance breathing 那 因為 你受到外面的 這個 Stress 韻力的作用的時候呢 那 它所改變的體積 V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 對體 體積的一個 應變的一個部分 那這些 是一個 最簡單的 我們先看到 有可能的 應力跟應變的一個變化 那 一般我們可以看到 你會看到 應力跟應變 的一個關係 那 那 基本上面 原來 應力跟應變 應該是會有一個 linear的關係 那當你的 應力達到 某一個 某一個 這個 等一下 這兩個應該相反 那 原來是 linear的關係 也就是說 你 撕多少的 應力就會有 多少的 應變 它們之間是 這個 這個 linear的關係 那 那 當你的應力 達到某一個值的時候 呢 我們會發現說 這時候的應變 會有一個部分是 它就不會發生 大改變了 當你的應力達到某一個情況之下 譬如說我們講這個 啊 橡皮筋好了 你現在你把它 拉 拉到一個情況之下 的時候 它就什麼 整個 斷掉 就是最大值 但是有一種情況是 你還沒有斷掉之前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是 你原來拉 拉到一定的程度 的時候 它會回來 就應力消失的時候 它會回來 但是 當你拉到某一個 程度的時候 它還沒有斷掉之前 你會發現 它回不來了 它不會回到原來 你沒有施力給它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地方就是它的形變 我們叫做塑形形變 OK 好 那 在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 你在給它施力的話 那它的那個改變是很大的 那慢慢的 你會發現說 我 這個 某一個點 它就black掉了 它會啪 一聲就black掉了 那 從此呢 它這個是 一個 完全 你已經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一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在 討論這個 韻力跟應變的時候 大概 差不多每一種形狀的東西 在這個範圍裡面 大概 韻力跟應變的關係呢 都是比較類似的 那 後面的部分的話 有可能 你這個 linear的關係過來以後 它就跑掉 也有可能 好 我如果把它畫成 跟上面的土對應的時候 然後 我們就會發現說 有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就啪 下來 所以 這是兩種 比較常見的 一個 韻力跟應變的關係 那 在我們 在談這個 彈性力學裡面 我們會 去把 這個彈力 Ellastic modulus 把它定義出來 那 這個定義是什麼呢 呢 定義就是 你的 印力 分支應變 就是我們的 Ellastic modulus 那 依照這樣的 定義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 硬力跟 硬變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硬力的部分 硬力的部分呢 你可以分為 垂直跟 切線 那 硬變的部分 可以分為 線型 然後 shear的 strength 跟volume的 strength 那依照這樣的 一個分類的時候 一度空間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 第一個 會講的 younger modulus 那這個 younger modulus 它的 定義 很簡單的 你看到這個 一圍的 形變 你從一條 鋼線 要讓它 形變一點點的時候 你很自然的 你是要 施一個 力 那這個力呢 是垂直這個 切面的力 所以 我們younger modulus 的部分 其實 就是 一圍形變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的 單位體面積裡面的 這個 切線 沒有 normal方向的力 跟 線型的 形變的部分 那 它 它 所對應的關係 那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 這一個 鋼線 當你被拉長的時候 其實它的寬度 也會跟著 改變 對不對 一根鋼線 我們把它拉長的時候 其實它這個寬度 也是在改變的 那它的改變量 是等於多少呢 我說它的改變量 這是寬度的改變量 它的改變量是等於多少呢 它其實跟你線的改變量 是有關係的 當然你 線變長的時候 你寬度 線變長 這個是正的 的時候 寬度一定是變小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應該會有一個負號存在 第一個是 線 線變長的時候 這是正的 然後寬度變短 它是負的 所以這邊一定會有一個負號存 那它的比例呢 我們用一個sigma來表示 那這個sigma呢 我們一般 就是我們所謂的poison ratio OK 那poison ratio大概 值是多少呢 大概介於0.1到0.3之間 這是我們的 younger modulus的部分 那你在實驗室上面 普通物理的實驗裡面 你就可以去看到 你把你的鋼 鋼繩 然後底下掛 掛上幾公斤的東西 那看看它這個生長量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去求你的 younger modulus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 對線的部分的 ok 那第二個 是我們的share modulus 那我們說 我們定義它是s ok 那s的部分的話呢 很明白的你對應的就是 面積的改變 所以它是s 這個sure strength 這個sure strength 然後sure strength 那你會發現的就是說 你要讓面積改變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了 它其實是對應平行分量 這個部分 這個面積是對應這個面積喔 好 好 然後這個面積所對應 s的一個力 好 那 分支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share strength 的部分 就是h分之x的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把它寫成phi 因為它很小 ten of phi 在這邊的ten of phi 其實非常小的情況之下 我就直接可以把它寫成phi的情況 ok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等於ten of phi的部分 它基本上就差不多是phi的一個情況 好 那上面的部分就是我們的單位面積裡面 所思議的sure strength的部分 sure strength的部分 sure strength的部分 那這個sure modulus 一般我們會常常把它當成是一個剛性係數 所以我們又稱為modules of rigidity 這叫剛性係數 好 過著是 扭力 扭力常數 那我們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 那關於扭力常數的部分的話 我們把我們這個一根鋼條放大好了 那你現在你說你在這邊施力的部分 那如果這一端是固定的 那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你施力的情況因為talk的關係 所以 原來的這一點 你可能現在跑到這一點去 所以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這A的點跑到F point去 所以你是把整根什麼 就好像你在扭毛巾一樣 把它扭 扭 扭 扭轉 那這個整個鋼筋的扭轉的情況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扭力的一個長度 就是O OK 那第三種 第三種是引起體積的改變的 一個滋力跟這個形變的部分 那我們最常會看到的是 讓你這個整個體積改變的時候 這個東西啊 給它改變的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壓力 因為壓力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單位面積所受的力 那這個是pressure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就把它定位叫做buck modulus 那這個buck modulus 那這個buck modulus b的部分 我們的定義 就是 你現在外面 多大的壓力進來 那壓力本身 dp 那讓多少的體積改變 那這是v分子dv 那你看到了 我們說壓力改變是正的的時候 那體積改變是負的 所以壓力是改變是正的的時候 體積改變應該是負的 那buck modulus就變成一個負值 所以為了我們維持buck modulus不要是負值的時候 所以我們前面加一個負號 OK 那換句話說 也就是這次負的v分子1 的dpdv 好 這就是我們對buck modulus的一個定義 那在材料裡面或是你們到大事的時候 在修固態物理的時候 buck modulus是我們常常會來檢驗我們一個材料的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性質的一個常數 那他的導數 OK 有另外一個物理量 因為這個是這個buck modulus是因為你的體積改變的 那我們這個物理量呢叫做壓縮係數 所以 compressibility 跟buck modulus 他之間是附為這個導數的關係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說水每增加一個大氣壓的時候 OK OK 我們把水 好 外面增加一個大氣壓 那他的體積改變是多少呢 DataV 是等於多少呢 46.4乘以10的-6磁房 所以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說我的K值大概就是46.4乘以10的-6ATM分子 這是我的壓縮係數的部分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幾個我們常常碰到的一個情況 那對bubble modulus跟yonger modulus跟share modulus 他們之間其實是有一些關係的 這個是各項同性的介質的話 那bubble modulus跟share modulus 他們之間的關係跟yonger modulus 他是1-2倍的sigma 那這個呢 是2-1加sigma sigma的話就是我們剛剛在這邊看到的 你這個長度的變化跟寬度的變化之間 它有一個係數關係 這就是我們的sigma的部分 所以從這裡 你會馬上想到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好像不是新的觀念 我說你是對的 其實yonger modulus 你如果嚴格的來看待的時候的話 我們把它yonger modulus來看 我說y呢 是單位面積手撕的力 然後單位長度的這個變化量 那我把它移向下 那我把它移向下 我的單位 這個受力的部分 跟長度之間的關係 就變成L0分之 ΔL 然後再乘上 Y再乘上A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把L0 YA全部放在一起ΔL 放進來 當你寫的這個關係式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啊 因為我們常常已經這樣子寫了 這是什麼 F等於KX 這個X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複刻定律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面 我把你們平常用的這個 這個X把它寫成ΔL的時候 這個就是複刻定律 這個K就是我們的Force constant 力常數 這是我們的複刻定律的部分 就是我們之前你們基本上面你們常已經知道了 那K值的話 我們說這個Force constant 其實就是跟Yunger modulus相關的 那跟你的面積跟你的原來的長度 是相關的一個值 這是我們這個 平常你們看到的 那你從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你說彈簧的立場數 跟長度是成反比 跟結面積是成正比 這是你們以前 一般的常識 所以你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彈簧的立場數 是跟結面積成正比 跟長度成反比 那Y呢 完全是跟Material有關係 你是什麼樣的 材料 你就會是什麼樣的Yunger modulus 所以從Yunger modulus 你就可以去推 你這一條鋼線啊 是什麼材料 那你也可以從材料去看看 我這個材料 我要做什麼樣的彈性係數的 要怎麼樣的彈性係數 我需要什麼樣的材料來製作 那從這邊就可以知道 所以材料力學裡面是很重要的 那你怎麼樣去做熱處理的部分 好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我們說我們要看一下這個 鋼線係數過著是扭力長數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好 我說我這一端固定了 我說我這一端固定了 ok 然後這一端呢 我有一個force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原來的A位置的 點因為受到force 它跑到A' 所以基本上面 如果原來的長度是L的話 那這個是拐角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 我們可以知道的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這是一個ceta 那你現在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因為你受到 受到了什麼東西 受到了一個talk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施了一個力給他了 那你現在因為你有talk talk的話會旋轉 所以我因為受了一個talk的作用 所以以至於我整個產生了一個形變 那這個形變呢就是我們的share stress ok 那這個形變 我們看到 這個L 然後這個是X X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跟這個share model 你把它對應過來 我們說這個是h 這是x 那現在的h呢 就是我們的l 然後x就是什麼 就是這一段 那x其實就是 就是l分之 特別如果是r 換句話說 l分之x其實 它就是我們的pandified 好 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沒有變 好 我們去把它定義一下 我們說我們的 yta yta呢就是我們的 這個share modulus 這個 在這個問題裡面 那我說 yta的定義 就是 我們的share stress 那也是我們的pandified 那 該位面積裡面的作用力 那這個待位面積是等於多少呢 待位面積 你會發現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把這個面積 結面積啊 把它拿來 裹面來看看 好 我們看到 把它放在這邊邊好了 那每一個 那每一個 不同的半徑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大 然後這個 方便是這種 應該是變 應該要是大 那你的 那你的 V的部分 每一個V的部分 你畫 你看 你以為在你畫 畫面上 你畫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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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畫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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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你看到 這個 最底的的地 A內 12 R R R 你說最內整的地 到最內整的地 其實它是有在變化 到中心連的時候 那今天就能做到 是以為的 OK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現在你會不會太少 應該不只能分 應該就能分 二 抬塔 抬塔 抬上 翻 再抬上 抬塔 那我們把牌把它帶進來 這個 二 抬塔 抬塔 翻的畫面是怎樣 開的畫面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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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不會提到這裡 就是 力有力會 那今天我們是什麼 今天我們是受到的 作用 不是因為這個力 是他牛股 是因為我們做到的 tok 是爛子 他這個tok 是等於多少 這個tok 基本上面 就是r 都是dm r的dm 剛好是垂直 所以我們rdm 就是r的大小 就是它的大小 變兩次垂直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來 你會發現 你的tok的部分 就等於r 其實上的dm 就變成是 2p vp r r 再加上一個r 再加上一個r 就是r三次垂直 然後c r l r 14 d 好 那我們把眼睛吸飛 r 那r是從0 激到大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面 這一個字出來 2p vp r l分之 c 然後 4分之 大r分之 就是potal能夠 那你現在你看到 然後 我們把 dta 把它換個了 就變成是 2 然後 hi 其他分之 po 然後 elove 好 4 所以你現在你就知道 你去的指頭 是 我們這個方式去除dta share order 它其實是跟什麼 長度成正底 跟半徑 四次方式的方式 所以 你在實驗室裡面 你就可以 做到這樣的關係 你就可以在實驗室裡面 遇見 好 它是跟長度成正底 然後跟 好 實驗室裡面不同的 不同半徑的這個當格 然後同樣的材質 那你去做 做實驗就可以了